大家好,我现在西江的天山天池酒区 从乌鲁木齐出发,买的是555块的套票 过来的其中155的门票加观光车 220块的往返索道 还有100块钱的风情街 午餐80块钱 从这回乌鲁木齐的大巴车票 现在站的位置已经到达了索道的上站 这是玛牙山的山顶 海拔是3056米 从这里就可以欣赏到天池的美景风光 下面就像镶嵌了一块巨大的蓝宝石 璀璨夺目 整个天池的面积有4.9平方公里 天池的海拔约2000米 长3400米 最宽处也就1500米 但深度达到了105米 在山的西面是乌鲁木齐 对面还有一个观景台 刚才我已经去过了 看着周围 群山环抱 还有高山草原 对面的三座雪峰 其中海拔最高的 是博格达峰 是博格达峰 5445米 也是天山山脉东端的最高峰 博格在蒙古语的意思就是神山 圣山 看着周围 海拔3000米的地方 气温比海拔1000米的地方低了大概有10度 现在山顶上就20度 好多游人在山顶上拍照打卡 我已经全程带大家参观完了 正打算沿着旁边的徒步站道 大概来回要走一小时20分钟 从这里返回到游客中心 这个站道的长度好几公里的 从对面的山翻过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徒步下来 这座山的造型 特别像马的牙齿 所以叫了这个名字最高海拔 3056 是看天池的一个非常好的观景台 四周都是雪山 接下来 从这个观景平台 再徒步 大概10分钟 就到山底了 继续沿着特别陡的一段路啊 这段路10分钟 到达 这个房子这里就是索道站 然后换成大巴车 再坐8.5公里才能到达 天池 大家看一下 这段路特别陡 几乎90都垂直了 爬上来的时候 特别费劲 很多人爬了一半 没有体力了 只能选择坐在台阶上休闲 翻过对面的口子 就是索道站 加油 终于看到了索道上站 大部分人不喜欢爬山 所以就在索道站的附近 这里是人山前海的 拍完照片 就直接乘坐索道下山了 下山排队要很久的 哇 这个速度太快了 现在乘坐 马牙山索道 不仅是国内最斗索道 也是世界上最先进采用单线循环 拖挂式 报锁器的一个索道 是德国设计的 索道全长一公里 坐在缆车里 就可以欣赏 天山天池的美景 从海拔 三千米的马牙山 一会将回到 海拔两千米的天池 哇 这段路太陡了 往来的游客 络绎不绝啊 太陡了 接下来 又要排队 至少20分钟 乘坐天池所到的专线车 出发了 这段路8.5公里 到达天池 走索道站 乘坐观光车 现在来到了换乘中心 这还有电瓶车 蓝色的电瓶车 可以去山脚下的换乘中心 周围的雪山已经被大雾笼罩 游船出发 环湖一周 就可以到达对面的西王母祖庙 看一下 今天的最高气温是42度 天池的风九区 也有35度啊 这个观光船票是100块 旁边人山人海的 接下来继续从这里徒步 去第二班 观光车换车处 距离这里600米 将沿着这个陡峭的站道 一路徒步到换乘中心 准备离开游客中心了 即将到达换乘中心 走了600米 现在来到了换乘中心这里 车坐大巴车40分钟就下山了 大巴车下来 离开景区 在景区大门口 去找来时坐的大巴车 从游客中心回乌鲁木齐 110公里 1个半小时车程 出天池了 看到了BRT快速公交车 现在到达了乌鲁木齐市 下车了 早上的八点钟 从红山这一站出发 整整12个小时转完了 天山天池酒区 现在晚上的八点钟 打算到对面 坐车回去 好好休息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